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远赴万里执行维和任务 虽然父母很担心 但维和是我想做,能做,要做的事 成为这想成为的样子 只愿人生不留遗憾 同时,我想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我们的施工区域大多数位于南县附近 每当我们高标准完成一项项任务后 连离司令部官员,维和友军及当地民众 都会为我们竖起大拇指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会感到非常的光荣 也觉得付出很值得 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刻起 我就把历练自己 提升自己 丰富自己 作为人生的右衣座右鸣 作为一名警卫班的战士 我的主要工作是 站岗执行 警戒防卫 每次接过战友手中的钢枪 我都感觉非常的自豪 因为我是在为 维护世界和平 贡献力量 在黎翼临时边境蓝县附近 执行施工任务 危险系数较大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 和榴弹伤害等险情 还要严格落实疫情防空措施 当地白天温度高达40度 我们外出执行施工任务没多久 就会感到喘不过气 身上的衣服也是湿了干 干了再湿 即便如此我们都不曾退缩 参加维和任务已经十个多月 我开拓了眼界 提高了能力 心理素质也得到不断的巩固 期间我经历了许多第一次 给我的人生留下许多宝贵记忆和收获 让我体会到作为中国维和军人 那份责任与担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